民进党的最新图卡大力博士赖清德的妈妈 靠娘家资助养大六名子女 更痛批蓝营散布赖的假身价背景 这类的诚心图卡在未来预计会越来越多 因应选战民进党成立了认知作战防范专案小组 强调非常多的讯息明显不符合尝试 而且涉及人身攻击 民进党会积极以图卡短营以及新闻稿方式 澄清不实谣言必要时不排除提高 民进党要成立认知作战防范小组无可厚非 但是请问这条线怎么划 到底真实或者虚假怎么样分辨 我们当然第一时间会把它收集起来 那做判断 赖清德已完成登记党内总统初选 近日更积极布局竞选架构 2024提名小组召集人潘梦安 渴望出任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 与党秘书长徐立明分工掌大选兵服 登记还没有结束 那不过那么预估是由赖清德主席 会代表民进党来参选总统 那我们会给赖清德主席 更大的支持 更大的力量 秦来人士也表示预计下半年可望 透过出访让国际社会了解赖清德两岸论述 另一头民众党15日也召开中央委员会 通过党公职选举办法修正 首度加入总统副总统提名报名 民众党规章点名 政府总统提名参选人必须向民众党组织部登记 同审民党后再交友选决会审议 党主席柯文哲与秘书长周泰柱是当人成员 其他成员则由党主席提名 被视为是为柯选总统量身打造 备战大选各党派动作频频加快 TVBS新闻周玉峰 留听听